现在越来越多人养宠物是毛小孩而为家庭的一份子 因此台中市中兴大学兽医学院就和研发厂商合作 签订产学合作备忘录 利用AI开发包含动物癌症药物 保健食品等也让动物医学科技再往前迈进 双方签下合作备忘录 这里是中兴大学 看准未来宠物医疗的趋势 校方就和厂商携手合作 投入研发动物癌症的药物 和新药的检验登记 藉由AI还有最新的这些生物资讯来设计新的药物 那由我们这边杨诚老师这边的实验室 藉由他过去在新药开发的登记的这样的一个 试验的这样的一个经验 来协助做新药试验的这样 登记前的这样相关的一个试验 包含了生物路径索引演算法 还有这个分子药效的这个边缘计算 我们利用这些方式在结合AI去做运算之后 它可以有效的大幅减低 实验过程所需要耗费的成本跟时间 对照图明显比对出动物的肿瘤变小 病况有好转的迹象 现代越来越多人养宠物 使猫小孩为家庭的一份子 加上国内还没有宠物的口服抗癌药物 因此双方就希望借由这项计划 利用AI人工智慧设计猫狗新型药物 以及保健食品等 完成动物新药相关的安全和效力试验 最快五年完成新药登记上市 让毛海的健康获得更多的保障 那对学校的学生的训练来讲 可以经由这个过程达到这个学用合一 就是学校的学的跟这个产业所需求的 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到这些内容 所以这是一个双赢的一个策略 藉由产学合作利用AI科技 投入宠物的癌症药物开发 不但能造福毛海的健康 也让动物医学在往前迈进一步 在这些训练中学习的学习